这周末连着星期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是法定的三天假期 美国民间一般认为这个假日过后就是夏季的开始 气象预报也显示这个周末将是晴朗天气 白天气温会飙升到华氏七十几度到八十度以上 美中不足的是星期六晚间可能会有一些雷雨 但到了星期天早晨云层就会逐渐散去天气转晴 而为了供应人潮 周五下午通勤时间长导火车北方铁路和新泽西捷运都增加班次 新泽西捷运于周末两天将提供Bayhead到Long Branch的接驳车 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周一火车都会按照周末时间运行 详细资讯请上各大火车网站查询 另外在五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之间 纽约州将设立多个检查站和巡逻队 加强抽查酒后驾驶 鲁莽驾驶 分心驾驶等司机 新唐人记者汪玉鹤 纽约报道